Lucy老师刚刚我们的对谈里面就是在讲 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 如果你没有诗班的时候 你很难去听到好的声音 好的和声 尽管有些人来诗班的时候 他声音还不够好 或者他不够好 他也还是很想上台唱 It's okay 就像您说的 你要学习融入 因为我也参加过合唱团跟诗班 我知道一件事就是 我们在诗班里 是不应该听到自己的声音突出 而是要听到别人的声音 而且还要跟别人的声音融在一起 诗班的训练又会要求 你要准时到要尾声 其实我们在前面一两集 我们也都谈过 有诗班的训练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门徒训练 甚至于有福音的开始 您也说到 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可惜的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如果我们现在大家就只需要唱唱这些 比较现代劲爱赞美的歌 没有什么分布 其实你很难听到好的声音 那如果像您刚刚说的 如果教会在节旗的时候 还不能带他们唱一些 像韩德文明赛亚这种好的曲子 那教会今天其实真的是没有机会 听好的声音 好的音乐吧 那当然每个教会的诗班程度不一样 但是至少如果教会还保留诗班的话 会好一点 那您对于现在很多教会 好像连诗班也都没有了 没有了 对 像Glendale这个教会 还是有诗班吧 对不对 我们目前还有了 那自从去年的疫情之后 能够留下的 就是比较有一点 有点诗班背景的人 还留下 那么失去了也很多 那年轻人没有来参加 当然完全了解 这个Glendale 罗神基督教会 还有一样 因为我们有英文堂的嘛 那么而且另外一位弟兄 跟着我 我跟他两个人 都是五十几年一起的 这是从头到尾 那他 因为我们有一个 年轻人的group 叫做Vision 就是意向合唱团 那因为这个意向合唱团呢 所以呢 他们是每个礼拜六 年轻人嘛 礼拜六一定 他们就到教会里面去 练很多的合唱去 然后暑假的时候 他们就有短学 有去过中国的 有去过菲律宾的 有去过印度的 就是这些 每一年都不同的地方 是用诗歌去传福音 是让这些孩子们 年轻的一代 他们可以去体验 什么叫做宣教 还可以让他们体验到 什么就是用你的歌声去传道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后来呢 当然也有一些长大了 他们的的确确就有唱过 和声的这种音乐的 那真的是年轻的一代 到后来也有在诗班里 我们唱大曲 他就很兴奋 他会join 那如果没有这些参加过的呢 就比较没有这些背景 他们的的确确 诗班有和没有 对他无所谓 他们所看中的 可能就是赞美敬拜 现在是所谓的赞美敬拜团 我有的时候有跟他们说笑的时候 我就是说 我要诗班就是敬拜赞美团嘛 我真的是不能够领受的 接受的一件事就是 那很多年了 这些年都过去了 我每次一听到他说 哎呀敬拜团 反正在他赶快练诗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现在的人 他们带领会众唱歌的人是敬拜团 诗班在台上唱诗不是敬拜团 这是我的一个confusion 然后迷糊的地方 是这样觉得 所以其实Lucy老师刚刚讲的 很好的一点 还有就是说 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唱soprano 明明我的sit只能唱auto 可是我们现在去被教导 我们每个人都在唱主旋律 或者主调melody这样 其实有些人唱得很辛苦 对不对 那就无所谓一样 可是事实上每个人的声部 可以是不一样的 那我的声音没办法唱 为什么我一定要唱 可是这个问题已经被长期忽略 就像您刚刚说 如果我给年轻人机会 年轻人可以学 然后他会唱 其实他很开心 他很开心 那我其实常常听 有一些人 他其实只有auto的声音 然后他一定要唱soprano 我觉得他唱得好辛苦 他得用假音唱 你知道吗 然后硬撑上去 其实他唱得好辛苦 别人也听得好辛苦这样子 那这个就让我们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Lucy老师 我们在那个教会圣诗 像诗歌集这种东西 像圣诗本 我最好奇的就是 为什么2019年 罗省教会还会想要再把 我们这本教会圣诗 有真定版 那这种有乐谱 有无限谱 然后有声部的谱 其实对我们教会应该是很重要的 那可是现在的人 好像反而也都不拿诗歌本 为什么2019年会想到 要再加这个真定版呢 我们为什么又重新做真定本 那个时候很有意思 那是两年三年前了 那就是因为已经都没有了 我们就是再版再版再版 已经很多了 那么后来又有人又要order这个诗本的时候 那那个仓库里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那么要再去再去再加印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弟兄 我们几个人就在讲了 我们说 要不要再加些现代的 那不是现代 应该是近代 你等着你做完了以后 现代的又有更现代的 永远玩不了的 那后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动机 所以呢既然要重新印 那不如就再加一些近代的东西 那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后来就选了一些 比较代表性的 比较经常别人都在唱的 就是这样的加进去了 因为时代在变嘛 其实真的 就是说大家好像都 越来越习惯 因为从前是拿诗本 那么后来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也做啊 他们都说要做投影啊 换灯片啊 你知道 就是一步一步的 一直在变嘛 他们现在就这样 讲high tech 也是你现在买了新的equipment 然后明年又有新的出来了 它一直在变的 是 那么那时候开始的 就是发现各个教会里面 都在唱一些比较近代一点的 我不要说现代 现代点就是没得完了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美国的很多的教会 就开始唱一些比较近代的 让大家所谓的worship song了 那所以呢 就我们就后来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要 也要加这些歌 那当然中国人写的诗啊 很少 说老实话 所以你说像我的那个圣诗里面 中国人的诗本 本身当然也有不少 可是呢 当年我们做 当年我们开始 为什么要编这个的时候 就是因为 我们刚刚来到美国 那么发现只有 余利公牧师的那本圣诗 那 然后呢 我们都是从不同背景的教会 来到这个这里 那我们过去唱的是 哎怎么又变了 因为都是翻译出来 那所以呢 而且也只有那一种诗本呢 只有那一本生诗呢 是有双语 就是有英文 有中文的 是这个原因 所以push了我们 就在那里考虑 是不是要 自己重新来做 因为我们发现 这个翻译啊 真的是不一样 有的背景如果是台语的 有的背景是香港的话 是广东语的 粤语的 所以就很不能 那我个人的刚好 因为我长话短说 就是因为 在学唱的过程的当中 发现唱歌的时候 你那个歌词 中国人的中文很有困难 因为我们那时候赞美诗啊 就是就算近代的很多诗歌 也是从美国教会出来的嘛 我们也就翻译嘛 对不对 翻译 后来才开始 现在有好多不少的创作 都出来了 讲不完的 现在的很多新的一代的 中国人自己在那里写的 那个敬拜诗 他们叫做敬拜的诗歌 他们现在是敬拜赞美 对不对 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们明明就在敬拜赞美 为什么他们才是敬拜赞美 但是他们就给他们 现代这种诗歌一个名词 叫敬拜赞美诗歌 对 那我觉得也是 那个concept也是从 所谓的他们听到 那是worship song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后来考虑 我们是不是要把一些 选一些比较常常听到人 在唱的歌 因为太多了 你必须要选一些代表性的 是 然后呢 这些是个 好 你去download 现在通通都讲这句话 你去download下来 他们一下就给你一个分谱 那个符上面都是写的 都是一个什么g core 什么g什么的 就是写 可是不是四部的 对 简朴 对 有的是中文的话是简朴的 那更不要说了 那圣诗里面 所以呢 我们的弟兄就说 我们拿到了这个主旋律的谱子 我们就把它自己加上和声 就跟一个圣诗的 him的style printing完全一样 是自己加上去把它通通 弄成一样 因为我自己也学过一点 所以呢 那他们有人把它 那个和声写出来以后 我就要把它修改一下 有的地方不合规矩的 有的地方不好的 就是这样把它 那虽然看起来 你看他们拿起诗歌 你如果download 从电脑上面 什么youtube上面 它print out出来 它都是只有单部的 或者是简朴的 ok 那我们这上面呢 这个什么 主你是我亲爱的 小敏的诗歌 我都是四部的 如果你真的要唱四部 也可以的 但是一般人 这些歌 他们不去唱诗歌的 你懂我意思 都是唱一部的 是 所以 其实这本新的真定本 已经增加了大概30首 比较现代的华人 创作的诗歌放进去 而且还把它放成四部 这样子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 让教会 又可以唱现在的诗歌 可是也可以有 声部来唱 其实这种用心 虽然是我觉得 真的很希望更多人知道 都是为了要提升 教会的音乐 我们这么用心来做 那目前为止就是说 这个诗歌本 有在各地发行吗 我们以为前年会出来 因为我们全是义务的 我们都是义工做的 没有任何人是 一群要取任何的 就不是负贪在做这些东西 所以呢 一直拖 因为我自己个人从前搞第一版 第二版的时候是自己制版的 剪贴用手工去做的 对 用手工去剪和贴 这是跟我们那个里面 另外陈仁昌 李兄他现在过世了 对 是他教我的 完全是他教我的 我要把诗歌 每一首诗歌 选出来的诗歌 我又要去找原来已经有好的翻译的 OK 有好的翻译 我们选出来 那没有的 也是那个时候的近代 比方说近代的裙子 我又要重新自己翻译 通通做完了 在同时的时间里面 很多人就帮忙剪啊贴啊 质版 这叫做质版 那现在不一样 我们有弟兄 完全用电脑去做了 OK 那这样子说 所以他就但是他是负担上班的人 他是用他下了班之后的时间去做的 所以呢我们左拖右拥 终于19年出来了 结果没想COVID-19 你说糟了没有人 结果昨天我接到前天还是接到 email说 在整个一年封闭的这一年当中 居然还 还有人order 已经卖了两百三百本了 真的 还有人卖了 所以我根本没有人去教会嘛 现在 居然还有人order了 ok 你要两百多少本 三百一样 不到一点了 那就是说 我们也 我们 真的是 其实就是说 这是神联名我们 我们也觉得是说 是值得去做的 因为 圣诗啊 你要真的是看多少人 流血流泪 写出来的诗歌 不能就这样子就丢掉了 你认为 现在的诗歌是赞美敬拜的诗歌 你真的去仔细去读读看 那个赞美的诗歌里面 你说 我就觉得说 随便举一个例子 你说 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 来拥戴主为王 哇 那个真的是用 怎么个 怎么个 不是敬拜啊 我真不懂 什么叫做敬拜 是 你所认识的神 是这样的一个神的时候 你整个 我都 我全身都会发抖 我都全都跪在地上 敬拜 对不对 不是说 哎呦 像现代的人 比较 一般来讲 他们都是讲到 自己的 feeling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要 blending 一定要 原来的诗歌 还是尽量能够保有 近代的诗歌呢 也鼓励人家 要有一些 有深度的出彩 OK 就是这样子 平衡一下 Lucy Lucy老师 其实讲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如果 有句好好 尤其是这种诗歌本 花这么多的心思 去把它编辑 到编排 做出来的 那它值得 它的价值就在于 因为太多 古老的圣诗 这些人是经历 生命而写出来的 那些词的丰富性 会让你可以去读到 神性的丰富 神恩典的丰富 那我们如果 没有办法享受在其中 我们现在很多一些 短歌或者现代的诗歌 如果没有很深入的 神学思考 其实就非常的可惜 可能带领大家 就是很表面表象的 去谈 主啊 你真伟大 主啊 我爱你 十字架 就这些很基本的词汇 可是就像刚刚 Lucy老师说的 就是赫他为王 对吧 那首中文 略翻赫他为王 Lucy老师说 我们需要一本 当时你们会做教会圣事 就是如果我从宣道会出来 或我从信义中来的 或我从改革中来的 当我们在同一个教会的时候 那我们发现 我以前的词不是这样 你的词不是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一起统一 那其实这个就是教会在看到 因为我们在北美 可能从不同教会来的 能够一起做这样一个圣诗集 而传统的圣诗集 它的价值理念就是因为 它累积了历史历代 不是近代而已 它是历史历代的 那么丰富的基督徒生命的经历 还有他们在神学上面的领受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那个就像您刚刚说的 你唱的时候你是会战斗的 对不对 你会战斤 你会畏惧 我一直如果您刚刚在说 其实您刚刚在说的过程 我在想一件事 就是我印象中 我以前在唱传统圣诗的时候 我们真的站在那里 你会存着是那种战斤恐惧 可是喜乐的心要去面对神 那那种崇高的 那种尊荣神的东西 我们的确在现代的短歌里面 比较少看得到一些 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Lucy老师 还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 但是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而且Lucy老师还是好喜欢 教我们年轻人唱诗歌 而且他仍旧继续在教会里 忠心的服侍 见证 我们真的希望 这份心智是可以传承下去的 我也忠心的希望 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人 喜欢我们的声音 我们都没有人觉得 自己就是唱的多好 对吧 我们都没有人觉得 自己就是什么好声音 好歌喉的 那个天生好的没有多少啦 这样子 当然有些人是 我们都不是 可是神喜悦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声音 用我们的身体来发出我们的声音 而您刚今天讲的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神要听你自己怎么诠释 对不对 神要听你自己怎么interpret 这些东西给他听 那Lucy老师可不可以最后给我们的教会和有一点点 你如果希望的话 你会希望不管是年轻人或现代的人 你希望他们更看重什么东西在音乐敬拜上面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敬拜不是只有在唱诗 不管你是唱诗班也好 是敬拜团也好 我自己个人觉得 我对于敬拜 我是很着重对神的认识 我觉得一个我们这个敬拜的生命里面 要有我很喜欢中文里面讲敬畏神 那个现代的人说敬畏神 敬畏是对一个人的尊敬 那个尊敬 你对一个人很尊敬的时候 你很自然而然 肃然起敬 你有那种起敬的味道 可是那个尾尽尾的是惧怕 feel God 有没有 惧怕的心 现代的一代比较美 我不喜欢说年轻人 我们有新的信徒的一代 新的一代的信徒 他们不是在教会长大的 来到教会 他们就是在那里听到你们的敬拜 敬拜的歌 他有的时候 他就以为这就是敬拜了 事实上带领敬拜的人 我真是觉得 我非常非常喜欢圣经里面 每一次圣经里面 神也提过 一个敬畏神 一个是叫敬虔 我们中文这两个字连在一起 很有深度 对不对 很有深度 代表一个人 到底他敬拜的是什么 是什么 你要介绍出来 你的生命有敬拜的生命 你要有敬畏神的生命 要有敬虔的心 你才能够得到 晓得什么叫做敬拜 所以你唱 你选诗歌的时候 你不是只是在那里唱 我爱你 我尊敬你 你是怎么去跟你带的这个 会纵要去relay的时候 你的生命怎么能够传出来 那教会的牧长们 有的时候我觉得也要 对所谓的敬拜团 这些的小组的人 常常要对他们 有一些教导方面 一个你带敬拜 你必须是有敬拜的生命在里头 这是我个人所感受到的 因为有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些 他们好起敬 念的也起敬 但是台上下来以后 他们就不见了 那我当然这些 我不能批评是说 谁有敬虔的心 谁比较有敬拜的生命 这些我不能 但是我是觉得 做牧长们要提醒的 真是要提醒 这样的话教会才会带出来 我50多年来看到教会里面 非常爱主的 到后来都 甚至于做传道人 都是从师班里面出来的 很多师班弟兄姐妹 最后他们都奉献 怎么样都做全世界的服事 我真是觉得这是事实 那现在我不晓得 当然我也知道 这些都是上帝都清楚 这就是我去论的 Lucy老师说的非常非常好 因为怎么可能我们敬拜神 可是我们不敬畏神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我们 对我们在敬拜这个字 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包当 你是要服服的 对你是包当的 你是完全是reveal honor 神有那个最高的权柄 在我生命中掌权 是的 那我们今天如果带领 其实我相信 Lucy老师的感触 跟她的想法 绝对是神学上 非常清楚跟正确 我们今天年轻人来的 不要说年轻人 对就是您刚刚说的 就是心信主的人 对心信主的人 那如果我们的诗歌 我们的敬拜 不是从心里面去敬畏神而唱的 那我们可能只是一种 抒发情绪感 感受性的唱 对 而是我唱 我 我即使 很可能我今天生病了 我生一沙哑 可是我心中还是充满敬畏 那种从心想发出 对神的渴慕跟敬拜 所以我觉得 Lucy老师最后讲的这些是 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 也希望所有的牧长都听到 就是我们需要带领会众真正敬畏神 他们才能敬拜神 没办 是很棒的 谢谢Lucy老师 我们一定要再请您来 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 我们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